手游酷丸 第二章完成一下 因为第二章的话 这个位置再完成一关 就可以解锁僵尸王了 这个看着比较难受啊 好,这次咱们一定要达成金牌过关 就是说不放走任何一个僵尸 如果你让僵尸跑掉的话 那么肯定是达不成金牌 所以说咱们是动用了 特别强力的特斯拉武器 哎,他要跑,不好 这个家伙想跑 连旁下一起都带走 这边放两个补将夹 以防止僵尸逃跑 但其实咱们用这个枪的话 僵尸很难跑掉啊 不过补将夹你不捡的话 也是没问题的 他自己会重新回到你的包里 一点问题没有 好的,利用那僵枪迅速抓捕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文 不好,这个家伙跑掉了 不过没关系 他不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咱们主要目的 还是猎捕小鬼僵尸 这边的话 还有两个僵尸 扔出大脑 看看是不是小鬼 哎,不是小鬼 那么没用了 只能换为金币 哎,是小鬼 不能跑 我去,这个家伙跑了 还好,在他跑了之前 把他抓回来 其实咱们跳起来 利用那僵枪向前攻击 是可以 让我们更快的走一小段的 然后,炸之 需要炸10个 哎,他要求的话就是10个 那么咱们只需要去第一张 再猎捕小鬼 再次完成 就可以获得20个了 那么这一关 还是比较轻松的 距离咱们到46级 解锁下一张 又建立一步 我现在也对这个心里头 也是满回期待啊 就像当时咱们 有玩的第一张的时候 哎,这个家伙竟然抓不到 你看,咱们用这个 哎,猎枪网 去抓这个蝙蝠 竟然只能把他赶走啊 把他打走了一个方向 改变他的行李方向了 哎,这个细节不错啊 但其实网不走的话 还是比较坑的 那么只能用猎枪枪给他扎走 或者是垫走也可以 当时玩这个第一张 对比的话 还是比较期待第二张的 然后到了第二张 玩一玩又不期待了 然后即将解锁第三张 又期待第三张 现在咱们也是 以同样的心情 等待第四张的出现 那么本期列部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游戏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